新冠病毒疫苗的研制情况一直受到大家的关注 目前全球唯一一个进入二期临床试验的新冠病毒疫苗 是由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生物工程研究所 陈威院士团队研发的腺病毒载体重组新冠病毒疫苗 本月12号开展二期临床试验 二期临床试验将招募500名志愿者 截至13号17时已有273名志愿者接种疫苗 年龄最大的已经有84岁 13号上午 84岁高龄的武汉老人熊正兴在女儿陪同下 完成了疫苗接种 成为二期临床试验中年龄最高的志愿者 现在这个前面防疫啊 全国里面都在努力 我来讲的话 也想做点贡献 这心理感觉很踏实一点 一期临床相比 我们这次二期临床有个很大特点 就是放开了年龄的上限 让60岁以上的志愿者也能加入其中 新冠肺炎危重患者中高龄人群较多 疫苗要为他们提供安全屏障 在防控新冠疫情的过程中 中国组织开展了多种技术路线的疫苗研发 其中腺病毒载体重组新冠病毒疫苗研发工作 进展显著 目前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我们这个疫苗是以改造过的 腺病毒为载体 搭载的是新冠病毒的S基因 那么是让人体产生对这个S基因的免疫记忆 S基因编码的就是 我们看到新冠病毒毒刺的那一段 也就是我们人体会对这个毒刺产生的免疫记忆 一旦也真正的病毒侵入人体的时候 我们就能识别这个毒刺 识别整个病毒 然后将病毒拒之门外 1月26号 陈薇率团队赴武汉一县 与北京后方科研基地同时作战 开展疫苗研发公关 3月27号 完成疫苗一期临床试验接种的108位志愿者 目前全部结束集中医学观察 健康状况良好 腺病毒载体重组新冠病毒疫苗二期临床试验 将招募500名志愿者参加 并引入安慰剂对照组 进一步评价疫苗的免疫元性和安全性 截至13号17时 已经有273名志愿者接种疫苗 疫情发生以来 中国通过五条技术路线 在推进疫苗的研发 目前已经有三款疫苗 或批进入临床试验 其他几条技术路线的疫苗 也在加快推进 预计将于四五月份 陆续申报临床试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